台湾一向是香港人的旅游热点 也有很多香港人因为求学 工作或其他原因 而居台湾生活 志偉哥的女儿 台湾著名众艺节目主持人曾宝宜 既熟悉香港文化 又了解台湾生活 她主持的新节目 《香港人的台式生活》 一定会令大家更了解 港人在当地的生活 大家好 我是曾宝宜 我现在在台湾的迪化街 拍着一个新的节目 叫做《香港人的台式生活》 其实都几次是拍着我的生活 因为无论是这几年 或者是这几十年 都有很多香港人来台湾 求学啊 做事啊 甚至乎是定居啊 其实我很想知道 除了我自己本身的生活之外 这些香港人在台湾吃些什么呢 怀念些什么呢 或者是喜欢台湾些什么呢 想念香港这些什么呢 其实是我自己很想知道的 所以做了一个我自己喜欢的节目 搜集节目嘉宾 请来隐居台湾多年的艺人 关海山的儿子关聪 要数她最经典的角色 就一定是楚留乡里面的 无法和尚了 所以宝儿都坦然 不惯见到关聪现在的样子啊 说真的因为今天看到她的头发 都不是很习惯 因为我小时候认识她的时候 她是无法和尚 完全没有头发的 聊天 她真的好像长辈 没有说老人家长辈 她说话的方式 她的风格 比如说她在逛街的时候 会拿出一笋现金 这些我们不会这样做的 很乐观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关聪移居台湾三十几年 她透露刚刚到埠的时候 不多会说国语 不过现在在那边住得很久 已经很习惯当地生活了 现在近期我都在台湾 年纪都大了 都差不多七十岁了 现在就很轻松 人生就炒个干杯杖 打个小麻将 开开心心的过晚年 我最重要的是XO杖 炒益草酱 五辣、小辣、中辣、大辣、麻辣 好 将来带回香港给你们吃 好吗 虽然关聪淡出娱乐圈多年 不过 还是有很多人认得 去年她就被传媒认得 在街边摆摊 推销自家制干杯杖 现在还有很多人认得我 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 很多人都认得到 有很多人买干杯杖 为了买干杯杖过来 拍几张照片 后期都变了很多好朋友 还会想 我们知道 这是以前拍戏的日子 会不会再考虑 出来再拍戏呢 我都有想的 如果你说在香港 找到一个很好的经纪人 看看谁主动打电话给我 我就回香港拍摄给你们看 好吗 这就是 1号 1号